美国国税局4月3日提醒纳税人 警惕高价的折中赋税提议作法 他们通过广播和电视广告夸大其词 声称可以以低廉的成本解决税款债务 事实上纳税人最终却要为他们 可以直接从国税局免费获得的服务支付过高的费用 折中赋税提议是一项合法的国税局项目 允许符合资格的纳税人与国税局合作 以低于全额的金额清偿税债 对于那些可能无法支付全部税款或这样做 会造成财务困难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选择 折中赋税提议协议直接在纳税人与国税局之间签订 无需第三方 国税局敦促个人查看IRS GOV上的信息 通过免费使用国税局的折中赋税提议资格预审工具 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折中赋税提议项目 国税局还提醒纳税人留意首次罚款减免政策 可以直接向国税局寻求罚款的行政减免 新冠疫情期间 由于出行不变和一些公平性的原因 大量美国的大学取消了以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的做法 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尤其是华人群体对此出现大量的反对意见 因为华裔学生的成绩更优异 随着大学开始发现学术能力在大学学习期间的重要性 从2024年开始 一些名校宣布 他们将再次要求未来学生在申请中提供SET或ACT成绩 达特茅斯学院在2月份宣布 虽然之前为了应对疫情采取了可选考试政策 但它将恢复对2029届毕业生的考试要求 耶鲁大学和布朗大学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称他们进行的研究发现 要求进行考试可以让他们吸引到最多样化的学生群体 虽然许多恢复考试要求的长春藤盟校表示 他们的目的是帮助扩大校园的多样性 但其他一些学校对政策转变的原因略有不同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疫情期间改为可选考试后 于今年3月宣布恢复考试要求 其理由是 要求考试成绩将有助于学校在众多GPA较高的高中毕业生中进行选择 纽约市的一家四口的无证移民每月获得的资金比一家四口 包括一名退伍军人获得残疾补偿金还多 来到纽约市的无证移民可以获得银行卡 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食品援助 这些银行卡里的金额远远超过了提供给合法身份家庭的援助金额 纽约市已经接纳了超过17.5万名移民 仅在2023财年就花费了14.5亿美元为他们提供住所 食物和服务 该市表示大量移民的到来看不到尽头 并预计按照目前的移民速度到2025财年 纽约市将花费约120亿美元